大家好,我是KonKon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這段或者這段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我經常在歐洲去旅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了一年的英國working holiday 我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10個關於英國working holiday的常見問題 以及解答大家這些疑問 好,第一條問題就是 如果去英國working holiday 有多少年可以在英國? 如果我快31歲了 那我去不去英國working holiday呢? 如果你來英國working holiday 是有兩年時間的 比其他國家是比較多的 這兩年你可以任運工作也可以 以及你可以在這裡有居留權 也會有兩年的醫療保險 這個醫療保險 你就會在申請時順便加上那個錢 如果你說你已經快31歲了 那可不可以來呢? 你是可以的 不過你要在31歲前 就成功申請到這個working holiday visa 它是T5的一個居留權的 visa 如果你在31歲 你生日前 這個政府批准你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裡working holiday 例如你說 我一天就已經31歲了 但你31歲前那一天已經簽了的話 就由那天開始計 就有兩年的時間 讓你來這裡working holiday 變成你32歲 31,32 33歲前那一天才離開 第二條問題 就是很多人問 我要準備多少錢才來英國working holiday呢? 那其實呢 如果你申請working holiday的時候 他們會查你的入息證明 如果你的銀行裡面 是有1800元英鎊的話 那你就已經可以成功申請了 但我想跟大家說 1800元的英鎊 是不夠你在英國這裡生存的 因為你又要交 家租啦 水電門 找東西吃 搭車啊 搭車都很貴 那所以呢 我建議大家呢 你就準備 起碼3000英鎊至5000英鎊 就是夠你可能 花兩三四個月 但這兩三四個月裡面 你就要盡快找到工 不然你真的沒有錢了 第三條問題 如果你在英國working holiday的話 我去哪一個城市下腳好呢? 那其實呢 如果你說英國的話 最多人會下腳的地方是 去倫敦 因為倫敦的就業機會率 是比較多的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 retail 或者很多的工作的機會 但是呢 都不是說 例如你在 Manchester 或者在這個 Bisto那裡玩不到工的 純粹是 他們的工資上面低一點 有的就業空缺是比較少的 不過 不代表你在那裡是生存不到的 那所以呢 自己要決定一下 可能第一年的時候 然後你就來倫敦 這裡熟習一下這個倫敦的環境 然後呢 第二年才去其他城市看看 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第四樣 如果你選擇了來倫敦 這裡working holiday的話 那你應該在哪一個機場下機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啊 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的 強烈建議大家 如果你第一次來倫敦的話 我建議大家 你應該在希府那裡 因為呢 在希府那裡 就直接搭一輛underground 那就可以 一輛好像地鐵那樣的東西 但是這裡叫underground 的一個地鐵 那就可以直接出到市區 如果你在Gateway 就要搭很多的 不同的巴士 火車 然後轉折啊 轉折啊 才去到的 第五樣 來到英國 你現在立刻要做什麼呢? 其實後來的兩個星期 真的超忙 我想跟大家說 最好呢 就是你來之前 就預訂一個Airbnb 先住 可能住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這樣吧 因為如果最好的話 你找到一些親戚朋友 可以借住給你住 才更加好 但如果沒有的話 Airbnb是最好的選擇 你來到英國的頭十天內 你就要去拿一個叫BRP的一個身份證 就是讓你臨時在這裡居住 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開始找工作了 那開始找工作 同樣找到都很需要它 你一來到的第一天 當然你就要買一張電話卡 那電話卡很重要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買這張三個電話卡 因為這張三個電話卡 它的好處就是 每個月呢 它是可以讓你選擇 你選擇不同的計劃 就是你不用一定要簽合約的 那一個月之後 我去了旅行一個禮拜 所以要用一張英國的卡 我們就可以停用一排 然後在你回來的那一天 再進去那一張卡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卡 我暫時覺得 然後YEE呢 就是另一個牌子 都有類似的卡 你可以compare哪一個會比較好一點 那麼 三和YEE呢 都是我暫時用過比較好的計劃 一拿到那張卡之後 第一件事呢 就是打到這個號碼 Ni號碼 就是一張保險號碼 就是找工作用的 如果你找工作的時候 沒有這個號碼 它就會扣多你一些 特定的保險費 這個保險的費用 其實也很高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 就盡早去打電話 預約一個時間 去跟Ni的人見面 因為你預約的話 通常要在一個月後 才可以預約到 那個見面的時間 所以越來打電話 就越有機會 可以快點拿到那個Ni號碼 第六件 很多人問 我怎樣可以在英國開銀行戶口呢 如果你說容易開這個戶口 我想跟你說 如果是HSBC 或者其他大的銀行公司的話 開戶口是超級無敵難 它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限制 最好的方法 也是最快的方法 首先就是 當然一定要有一個地址 那一個地址 你怎樣可以拿到呢 就是用一個Ni號碼 它會寄一張 invitation 給你去interview 那張 invitation 那裡就會有你的 註指證明 你可以用那張 來申請這個銀行戶口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你找到公司的話 就用公司的名譽 就是叫它寫一封 reference letter 之類的東西 就是它要寫現在住家的地址 它請了你 那些東西 都寫在這裡之後 那你就可以用那張紙 去申請這個銀行 如果你說我還沒找到公司 也都 只是在Airbnb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呢 有一個方法就是 申請這張 Monso的卡 其實就是一張 電子銀行卡 它申請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你拍一張照 然後拍一張照 說一下你的名字 然後為什麼你申請這張卡 寫完這些東西之後 它就會批一張卡給你 大概一個星期後 它就會有一張這樣的卡 在你未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 或者還沒找到一個正式的家庭 住住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張卡去買東西 可以當這個八達通 這樣用的 因為這裡的underground 是有這個contactless的 也可以當是debit card 這樣用的 這張卡是比較容易申請的 比起如果你可以在一個銀行戶口 的話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傳錢到這個網絡銀行那裡 然後就可以立刻用這張卡 方便快捷之外 還比較容易申請 第七樣 如果你來倫敦或者在英國找工作 是否容易 如果你想找一些關於這個 坐在辦公室的工作 我跟大家說 超級超級無敵難 因為你們只有兩年的working visa 很多這些大公司 要不就請英國人 要不就想請一些不需要sponsor 我不是說沒有機會找到 但是這個機會率是很渺茫的 我有朋友可以找到一份寫字樓工 然後那間公司 願意sponsor他之後在這裡工作 但如果有這個情況下 其實有幾個原因會令他請他 第一 他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他經常都做這些類似的事情 第二 是那個人 之前是有在英國讀過書的話 機會率就會高很多 而如果你沒有這些以上的特質的話 我告訴你 是超級超級無敵難 唯一有機會找到的 就是一些retail的job 最好的方法 就是這裡有 例如在倫敦 或者很多city裡面 都有很多大型的shopping mall 或者是例如在倫敦的話 Region Street Orforth Street Westfield的一些shopping mall 就是比較大型的shopping mall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boutique 進去的店鋪很老套 然後就拿你的resume 給他們的manager 他們就會找你們去interview 然後請你的 因為在倫敦 或者在很多不同的boutique 他們其實很等人用的 餐廳、boutique 全部都需要不同的人 因為他們的流動量比較大 所以這些情況下 其實是比較容易找工作的 而我方面 我就很快就可以在兩天之後 我來到英國兩天之後 就找到第一份retail的job 第八樣 如果你來英國working holiday 找屋難不難? 找屋其實是不難的 不過我覺得大家不可以這麼心急去找一間屋 就是你要看清楚看錯 看完條文 還有選擇好之後才住在那裡 原因有兩個 第一就是 因為通常你來這裡租屋的時候 你是沒有一個來英國的入息證明 也沒有一個住在這裡三年以上的reference 所以很多的業主都需要一次過交三個月或者六個月的租 當然我前幾條問題都跟你說 你要預留一堆錢在這裡 然後去租屋 以及去住宿 因為租屋方面 大概如果一般在屋一和屋二屋住的話 大概就是七八至八百磅一個月的 視乎你在不同的地區和不同合約 有些會包水電 或是包網絡 有些因為有一個叫做Council Tax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不是學生的話 所有成人都要交的一個費用 每一間屋每一個地區 都有分由Band A至Band F Band F就是最貴的Council Tax的價錢 而Band A就是最便宜的Council Tax的價錢 視乎你對地區和家屋的大小 那你就要加不同的價錢 你以為100磅一個星期好像很划算 可以租的 誰知道原來它是不包Band F 不包Council Tax的 加起來其實差不多是200 所以你就要第一找房子的時候慢慢找 然後你要看看它包不包Band F 因為其實包Band F 和Council Tax差很遠 如果你找房子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到呢 第一就是可以在Facebook那裡找一些 Working holiday的群組groups 租屋那些就可以在那裡嘗試找 第二就是你可以在一個 Spaar room的一個Web site那裡找 可以透過你和業主自己聯繫 不是透過一個Agent去 我建議強烈建議大家不要用Agent 因為Agent第一它會有時候騙你 還有第二的話 Agent它是有時候要給Agent fee的 或者不給Agent fee也好 它都是為了促銷 會做很多很多奇怪的東西 就是一些不好的經驗 很多人都跟我說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來這裡找房子的話 最好就是靠這個Spaar room 或者是靠這些Facebook的群組裡找 那如果你們想知道更多關於怎樣找房子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樓下留言 那我就可以再繼續解答大家的問題 第九樣 我說了這麼多 找房子和房間這些複雜的問題 之後我就說說一些 來英國Working holiday有什麼好處 你來香港台灣這些地方住 你其實很少需要說英文 來到英國經常說英文的environment 你的英文一定會有一定程度上的進步 而你在英國這裡生活的話 其實它也算是一個歐洲的地方 所以你去其他的歐洲地方的時候 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就可以搭飛機去其他國家了 所以我才可以出到這麼多這些類型的去歐洲的影片 因為這個實在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透過Working holiday這兩年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差不多游到整個歐洲的了 好 那第十樣 那有好處當然是有壞處的 那壞處就是 這裡的食物實在太少了 如果你聽很多人說的話 其實倫敦英國的食物其實都不是特別好吃的 外出吃東西又貴 然後之後的食物又一般 如果你想自己買東西回家煮的話 是有的 但是它的種類也很少 因為它以倫敦和Manchester這些市場為例 因為它們本身的地區不是用來做農業 唯一會種的就是西蘭花和薯仔 那麼 import回來的食物其實都很有限 因為它們暫時還是跟EU簽了一個貿易協議 所以它所有的食物的來源都是EU到來的 而且它們不能讓你選擇 它全部都是一包包的 一包包包包包的 不是可以讓你任意選擇 所以是有少少不同的 今天就解答了這十條問題 如果你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樓下說給我聽 那我會再解答大家的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如果更多的話 記得 reinvent個讚和善想 我們下段影片 我們下段影片 rian鐘 我們下段影片 三個月